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刘军宁老师的保守主义 下面我们要学习的是第九章的第三节 保守主义的类型 保守主义内部有众多的流派 各种流派之间往往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许多流派所反映的 要么是整个保守主义思想的不同侧面 要么是保守主义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阶段 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 同时对不同的保守主义原则与立场的不同的强调 也是造成保守主义内部流派伶俐的一个重要原因 主流保守主义 在文化上是传统主义 在政治和经济上是古典的自由主义 各种保守主义流派中相互交叠的共识部分 构成了主流的保守主义 例如反对全盘性的社会改造方案 坚持有限政府 哲学保守主义 涉及的是保守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 以及对保守主义基本信条的哲学论证 如对怀疑主义 现实主义 渐进主义的哲学论证 对保守主义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哲学说明等 政治保守主义 反对政府权力的扩大 反对福利国家 反对行政权力的集中 反对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平均主义 反对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 强调个人主义 其中传统保守主义强调传统胜于强调个人 特别强调传统而非个人作为权威的来源 自由的保守主义则更强调独立的 有责任心的个人作为权威的来源 经济保守主义 关心的是物质利益 关心的是增长与发展 或者说经济的繁荣 反对大政府高税收 以及对商业活动的越来越多的管制 反对以平等与福利的名义进行再分配 他强调个人的自由 私有财产 自由市场 个人的责任和地方分权 政府的规模应该尽可能的缩小 政府的税收和管制应尽可能减少 经济保守主义不仅向后看 而且更多的向前看 经济保守主义的核心特征是 担心政府权力的无节制扩张 弘扬个人自由与自由市场 主要表现在反对政府对经济生活任意干预 敌视政府的管制活动和一些旨在追求结果平等和分配性正义的福利政策 文化保守主义 又称社会保守主义 它与经济保守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都有许多重叠之处 但三者仍有重大差异 例如经济保守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 尤其强调经济自由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 文化保守主义则注重自由与美德以及传统和宗教 在对待政府的立场上没有前两者那样鲜明 少数文化保守主义甚至赞同低度的福利国家 因此对福利国家持一定的认同态度的保守主义 有被称为福利保守主义 英国保守主义 不同的政治传统造就了各国保守主义之间的不同特色 在英国指的是维护现有的制度 反对剧烈变革的政治哲学 也指保守党的政治原则和政策 英国的保守主义更强调传统的维护 今天在英国 较能代表保守主义立场的政党是保守党 美国保守主义 一般说来 美国的保守主义比其他国家的保守主义 有更浓厚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平民主义的色彩 美国的保守主义与英国相比 更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 这也许是美国的建国历史太短 无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可言 在美国 人们常把共和党的主张和保守主义联系起来 法国保守主义 在法国这样的激进主义思潮更深蒂固的国家 凡是同情坚持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人 都被认为是保守主义者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几乎是同一词 有趣的是 在美国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 在法国都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法国经济记者 勒帕日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美国政治学者 瓦里格尔斯基所著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的 这两本书给相同的经济学流派和经济学家 分别贴上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不同的政治标签 这一方面反映了法国与美国不同的政治文化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内在联系 法国重要的保守主义政党是保卫共和联盟 德国保守主义 德国的保守主义在早期通常具有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双重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传统的威权保守主义接受自由主义的改造 放弃了其过去的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立场 高度认同自由民主和宪政法制 坚持实行社会市场经济 同时具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 代表保守主义的主要政党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人民联盟 东方保守主义 东方的保守主义往往不太具有宗教色彩 尤其是与基督教色彩不存在密切的关联 现代东方的保守主义一方面高度认同自由民主 基本人权宪政法制自由市场经济等西方保守主义的政治经济的价值观 另一方面又主张维护秩序权威和传统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日本的主要政党自由民主党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通常被认为是东方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像任何其他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一样 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某种变态的形式 保守主义最常见的变态形式是威权保守主义 这种保守主义通常承认公民的财产权和经济自由 但对公民的政治权利加以严格的限制 其制度表现是经济自由加政治专制 像黑格尔、梅特涅和比斯曼都是威权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 左翼保守主义又称青年保守主义、激进保守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保守主义 随着冷战的结束 极左思潮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破产和不得人心 一些过去的左派开始打保守主义的主义 试图给左翼激进主义换上保守主义的外衣 以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为代表 他声称自己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 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 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 在中国也有人声称信奉中国式的三位议题 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 尽管后面的三重组合与前面贝尔所说的三重组合很不相同 这种三重组合的复合性思想也许摆脱了僵化、教条之弦 但是把本不相容的东西揉在一起 难免会在复合思想内部产生深层的文化矛盾 也许这样的组合在贝尔身上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但若他人要刻意模仿 难免有角柔造作、一味折中而失去立场之嫌 所有的意识形态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把意识形态的立场当作教条就难免陷于僵化 对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做任意的割舍 则容易因态度过于灵活而丧失基本立场